这是欧洲的骑士还是日本的武士 这是我在做白日梦还是他们穿越了时空 其实这是一项特别新鲜的运动 我们同时的这项运动叫做历史在扮演 我们会扮演一些古代角色 包括装备 服饰 还有一些礼仪文化 这项运动早在90年前后 在欧洲和日本地区就以俱乐部的形式一直在发展 他们会身穿一些骑士和武士的飞甲 进行一些冷冰期的格斗 历史在扮演 让这两位兴趣爱好迥然不同的兵器文化爱好者 从疏远的网络世界两端成为了现实中的朋友 我从小喜欢看一些以骑士为主题的一些影视 里面的角色 包括他的装备服饰 还有他的崇高的精神都非常吸引我 不同于痴迷欧洲骑士文化的小张 小潘则是潜心学习着一种成为日本古流建树的运动 在我小的时候会喜欢看一些动漫啊 影视剧这样的东西 类似笑江湖 然后我会觉得里面的人物 他非常的帅 很厉害 然后会有很强烈的代入感 就是长大了以后 我也要像他一样厉害 飞天吞地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的本意 是想学习我们中国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武术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些门派啊 他们都比较严格 然后我没有自身没有渠道的话 我们就只能通过网络上的资料 然后最后就是结合朋友们的建议 然后我选择学习日本的古流建树 一说到骑士武士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战争 刀剑牺牲等 这两个名词似乎都有些悲壮的印记 而他们也正是为这种复杂的英雄特征所着迷 我最喜欢的角色应该是斯巴达克斯 相信大家也看过这个影视剧 他虽然是一个奴隶 最后起义也失败了 但是他鼓舞了后来的起义者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应有无畏 保护弱小的精神 爱好者们身着的装备 一般都是根据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原型 进行定制 不仅造价昂贵 且要凑齐这样一整套的盔甲 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虽然对冷兵器文化有着一腔热火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的这项爱好 却很难得到亲人朋友的理解 这项运动实在过于太前卫 太时髦 以至于大家很难接受这项运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来自身边的亲人朋友 他们对于这样日本的这种古流建树 这种武术文化的一种误解 其实我认为武术它是一个不分国界的东西 然后其次就是 目前古流建树在中国的发展 它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就是人非常少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当遇到一些困难 还有瓶颈 自己没有办法突破 就会心里面其实蛮沮丧的 要很多时候都要自己摸着石头去过河 我本身日语并不是很好 然后要反复地去揣摩 这面的意思 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观看 然后会花费很多的时间 去年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做 虎奔骑士团的历史 在扮演网络爱好组织 在这里他们结识了不少 来自大江南北的同好 他们之中有兵器爱好者 战争文化爱好者 甚至还有还原制作 战争时代兵器的高手 平时各个地区成员之间 也会进行一些线下活动 以射箭和刀剑切磋为主 每年10月1号 会搞一次大型的演务大会 对我而言团队其实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在团队里面可以跟不同的成员 学习到很多平时自己 根本接触到的东西 在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理解 或者遇到困难 团队它就像是 引领我们不断前进的 一面旗帜一样 我们只要有团队存在 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前进 不断地去战胜自己 提高自己 通过和成员之间的交流 让我了解了更多历史细节 比如盔甲和武器的演变时 在义武会员的过程中 也是类型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我们平时训练的过程中 我挥洒的汗水 可以让我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 汗水是不会骗人的 然后可以让我感受到那种 努力进取的快乐 也可以提升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不论是在生活还有工作中 去应付更多的困难 虽然他们的爱好 可以说得上是小众中的小众 但能够遇到这样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却是很难能可贵 希望他们能将这种 不屈不挠的骑士精神 武士精神带给身边更多的人